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的项顺体验官黄小娟老师 岳宏老师 好 有请两位 好 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体验官啊 谢谢 谢谢两位 今天要聊的和唱有关 二位老师平时喜欢听歌或者唱歌吗 这个听得比较杂 《江湖儿女》那个贾专科的那个电影《江湖儿女》里边有一首主题歌 我觉得非常好听 哦 哎 这我们今天现场有我们中华小曲库梁元啊 这个据说什么歌都会唱 《江湖儿女》嘛 太好了 《江湖儿女》是吧 嗯 《江湖儿女》的平均 是不是这个 嗯 太棒 哎 梁婉 你主要就是衬托一下于洪老师 黄小娟老师喜欢唱什么歌 最近几年真的是说的特别多 很少唱了 没事的时候就愿意和小宝宝在家玩 因为他小朋友特别喜欢那个红旗 所以我一看他一看见那个街道上啊或者说小区里面挂着红旗 我接着就会给他唱两句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歌唱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太棒了 太棒了 二位老师我觉得真的都是能说能唱啊 但其实说到唱呢 刚刚这个唱歌在我们县上里这归为学唱 我们县上里还单独说学逗唱这个唱还有所指 指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传统的太平歌词 不过说到这太平歌词像他们这个他们都不会啊 他们他们都不想唱 那你会吧 你会吧 来一个 来一个 来几句啊 这个太平歌词旋律很简单 一上句一下句 听的就是韵味 走的是鼻音啊 简单来两句啊 那行中美景盖是无双 西湖湾 齐花一草四季清香 那春游 素地桃红柳绿 那下山 和花就映满了池塘 爱情观 明月如同碧水 东看 瑞雪就泡满了山岗 就这意思吧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唱歌的方式来夸阔我们的二位老师 来小曲库你得来吧 辛杰辛杰也可以 江涵汉 好吧 来吧 欢迎四位啊 接下来我们这个小考验考验大家的学唱的能力了啊 用这个唱的方式来夸赞我们的两位老师 我投一句 你来来来 投一句不用找折 对 两位老师 张地真是美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群莹会 美丽的脸庞和很好的指挥 他们三个全都说的对 等会等会等会 哎呦我这我在下面看我都快急死了 你照什么急啊 这就你们四个都已唱剑场 兄弟四人 自封歌神 凑手破歌主持独吞 什么呀 什么主持独吞 我跟你说我 我还真给这个小娟老师和月红老师啊 准备一首歌 尤其小娟老师 哦 东北老乡啊 对 我唱首歌您保证感觉亲切 来来你上来吧 来来来 那我我可就班门弄苦了 你来吧 我的志诚成呈 献给您这么一段 来音乐 嘿 嘿 哎 有点意思 啊 掌月里来是新娘儿 村里村外挪锯 轩天儿啊 小家人在方中 小打 Rend 实行头 菜筋杂 瓜子鸟儿 塞粉条 黄蜂的胭脂 点春天啊 身上穿点小花 这太寒热 都是大门 小门 嘴说是看秧歌 其实是慧琴郎 小爷们小两缘啊 哎呀 怎么啦 发送没了那样 唱得真不错啊 好吧 这个二位老师啊 也听了我们这个 向上演员的学唱功力了 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 听几段向上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首先 舞台交给新杰 黄可迪两位 有请 来二位老师 我们来听一下 谢谢 感谢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是 现场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帮我一起 把全英会这牌子 给我摘了 等会儿 等会儿 您怎么也摘人牌子呀 我把那牌子摘了之后啊 我有用啊 你能有什么用呢 我拿我们小区去 我们小区马上就要有 全英会了 小区里也有了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我们小区有一个刘大爷 刘大爷 这刘大爷太厉害了 他刘过阳啊 哦 他在海外上过学 没有 和那没关系 他不刘过阳吗 是 他名叫刘过阳 这什么名字呀 这是 他最喜欢看咱们群英会这节目 忠实的观众 正赶上啊 我们当地的电视台 搞一档 节目创意的征集评比活动 刘大爷就想当一回制片人 模仿群英会 录这么一期节目 参加评比 你等会吧 他能行吗 太行了 他有这个天赋 他当过导演 他唱过二人传 唱二人传吗 他一琢磨 这事我一人干不了啊 是 我得找一个高人帮我 于是思来想去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担任总导演 谁呢 他们对门唱西河大谷那张奶奶 这能当得了总导演吗 张奶奶年轻的时候 可是吃过见过呀 把这事跟张奶奶一说 这事不能让你白忙活 怎么着啊 我呢 给你二十盒上等的盒饭 上等的 这些盒饭归你分配 张奶奶一听 这事有砖头啊 这还有砖头呢 省着上市场买菜去了 倒也是 行啊 你等着我吧 这总导演算有了 是 接下来总导演得帮助 刘大爷找其录制节目的 一票人马 首先就得找一个执行导演 这执行导演是 现场所有的事他负责张老 发号施令 张奶奶一琢磨我找谁呢 正琢磨的小区门口来了一个卖药堂的 这卖药堂 卖药堂嘞 谁还买我的药堂 诗子汉有香蕉 闪耀人大 还珍惜这个味啊 张奶奶一听 就这嗓门 现场准没问题啊 行啊 就由他来指挥 嗯 嘿 卖药堂的 你这个糖也卖不出去 嗯 这样吧 明天呢 给我当一回执行导演 给你一盒上等的盒饭 行吗 卖药堂的一听可以啊 同意了 这就 执行导演算有了 嗯 还需要一位副导演 这副导演是 现场帮着执行导演做事 哦 最主要的任务 他得领着这些观众鼓掌 是 找谁呢 这不好找 张奶奶一想 诶 我们邻居有个老头 跟我关系不错 老头 诶 这老头年轻的时候 是个跑汉船的 哦 这跑汉船又是 现在不多见了 过去河北民间的 一种表演形式 嗯 一般呢 是男扮女壮居多 脸扭带唱 打孽出一头一天 笑了妹妹跪在姐姐面前 打紧一见盲缠气游 走上前拉一扇 谁时候掏出鸭碎钱 嗯 还有啊 一奈同胞 你背着什么 你啊 我丫头 哎呀 啾啾啾啾啾啾啾 还真不错啊 张奶奶把这事跟她一说呀 啊 真是很高兴 行了 我去 哦 这也同意了 副导演也有了 嗯 还需要一位导播 这导播又是 导播坐在后边 嗯 指挥摄像啊 切换镜头 对 没人了呀 这找谁呀 正发愁呢 嗯 小区门口 来了这么一位 收费品的 收破烂的 一边走一边吆喝 嗯 收 破烂 是这么喊的啊 张奶奶一听 呵 就是她了 也行 哎 给你来盒盒饭 嗯 来回导播吧 啊 人马基本算齐了 差不多了 把这些人带到刘大爷那一看 呵 啊 刘大爷这个办事效率太高了 怎么了 从文化馆 把这设备都借的差不多了 嗯 而且呢 把赞助商都已经找来了 哦 这玩意还要赞助商啊 多信心呢 没有赞助商 那20盒盒饭你给呀 赞助盒饭的 这赞助商啊 年轻的时候 是个唱鼠来宝的 把这事跟他一说 嗯 你那个饭呢 销量不行 你这样吧 你赞助我20盒 我在节目里给你一宣传 嗯 哎 整个小区的人都买你的饭 就你这一车盒饭不够卖的 嗯 卖盒饭那天可以呀 行 行 嗯 赞助20盒 哦 赞助商就有了 哎 这就齐了 嗯 我说咱现场 是不是还得 需要个表演嘉宾呢 我得有这个演出人员呢 要不说张奶奶 神通广大 又怎么了 一拍脑门 嗯 嘿 嘿嘿 我想起来了 啊 我们邻居还一老头跟我关系不错 怎么那么多老头啊 他是一个京剧的票友 唱京剧的 刘大爷听太好了 嗯 只要他答应过来唱一段 我高薪聘情 怎么高薪呢 给他两盒盒饭 也不怎么样 行了 抱在我身上吧 嗯 咱这现场 是不是还得有几个观众啊 哦 得热闹这个气氛 要不然傅导演领谁鼓掌去 没错啊 啊 张奶奶一琢磨 行了 这事我早就琢磨好了 咱们小区门口啊 有四个大姐姐 嗯 闲着也是闲着 天天在那晒太阳 一人豁出一盒盒饭去 让他们到现场 给咱鼓掌来 怎么样 这能行吗 张奶奶负责请去 啊 人马齐备 转过天来 第二天上午 嗯 就在我们小区的活动室 节目刚要开始 刘大爷一拍大腿 坏了 又怎么了 这节目当中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差谁啊 没有主持人呢 哦 这时候上台找主持人去啊 嗯 正发愁呢 嗯 打对面小区走过来一位球大爷 这球大爷是谁啊 球大爷年轻的时候是唱山东快书的 啊 哎 这过去的山东快书跟现在这唱法不一样了 有什么区别 最后老有这么一句 哪一句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嗯 我送大闹董月庙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是 我送大四一只虎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老这句 这球大爷呀 在家里见天跟那媳妇吵架 嗯 一吵架呢 就到我们小区来 找这刘大爷下棋 哦 多多清景 今天又跟媳妇吵起来了 嗯 往我们小区走 这刘大爷一看太好了 嗯 就是你了 就是他了 哼 怎么样 又跟嫂子吵架了吧 看出来了 中午回去她也不给你做饭吃 嗯 到我这儿当主持人来 中午管你的饭 是 球大爷听可以呀 啊 主持人也有了 是 通知现场 各部门准备开始录制 这话还挺专业 嗯 卖药堂的也不含糊呀 嗯 张嘴就是一嗓子 怎么要喝的 列尾全来 设想开机 主持人上台 哎 咱们有了 台上的主持人 球大爷 嗯 俩腿直哆嗦 太紧张了 啊 他哪干过这个呀 是 又把张奶奶给急的呀 哎 说词啊 说词啊 对呀 要不说人 球大爷是老演员呢 嗯 集中生智 他把稿拿出来了 他把板拿出来了 他拿板干嘛呀 呲这个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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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眼随 不要僵 嗯 先唱 观众听短相 嗯 今天主持人偷一次 大家给我赖鼓掌 对 你们不把张赖鼓啊 嗯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他把这句都跳了 副导演一听主持人要掌声了 可算到我了 他是那跑汉穿的 主持人他把话发 显唱观众听跟呀呀 伸出各位发财的手 呲呲呲啪啪啪啪 你们喝饭别别拿 嗯哎哎呦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他了吗 哎呀 啪啪啪啪啪啪啪 怎么回事 再看主持人这四个老观众 啊 他甩帅 我这一句没听见 哎呦 把总导演张奶奶给气的呀 这能不生气吗 这像话吗 这啊 我这我这给你们喝饭了 你们现场什么都听不见 一个剑步冲上台来 咬着后糙牙 指着这几个观众 骂上了 唱上了 哦对 他是唱西河大鼓的 哎呦 这个词编得太好了 顶真絮麻啊 咱听听 未曾开眼 怒气冲冲 从 嗯 听人家副导演的 你们鼓鼓掌 掌声没有 节目怎么进行 行行好来 就当帮帮我 我只要领完了盒饭 管他节目成不成 他也不管了 再看一边刘大爷都快气疯了 这什么玩意儿 我花重金请来的总导演 导演不领 你看看现场 唱曲一个赛一个 怎么着啊 怎么着啊 欺负刘大爷 我不会唱是不是 他是唱二人传的 这个当装鼓这么当装锤呀 当装有事当装累呀 谁的那个铃儿来 谁的那个肥呀 谁的那个黑锅谁得背 谁的错了谁的对 谁对谁非谁怨谁呀 拿盒饭你想的没 给你盒饭我吃亏 主持导演全部会那么够带 脚子瞎虎累呀 哎哎哎哎呀 连唱带跳的 他这刚唱完就听门外 有人大喝一声 呀呀呸 这人是谁呀 裘大爷他媳妇来了 找过来了 裘大爷他媳妇年轻的时候 是个唱平戏的 他最愿意看群英会呀 是吗 那裘英俊就是他的偶像啊 最喜欢的 到这一看 怎么着 主持一这版本的群英会 对 你这不遭遇我的偶像吗 是 用手一指伸连唱代骂 这怎么唱的呀 呀呀呸 李兴国我是用口吹 卖一声求美丽你听名 背你本事 赖蛤蟆想把那天鹅兮 乌鸦想把那采风追 主持一个山寨的群英会 想当我的偶像英尊呢 什么口音呀 也不看看你是谁 哎哎哎哎哎 啪就打声了 你全乱了 哎呦 这时候门外又有人喊了一嗓子 哦 哦 劝架的来了 送盒饭的来了 哦 你赞助盒饭的 啊 左手托着一个大托盘 嗯 上面码好了几十盒的盒饭 右手低了一兜方便筷子 一边唱一边可就进来了 怎么唱的呀 哗乐哗 哗乐哗 哗乐哗乐哗 哗乐哗 哎呦 这么叫大伙 嗯 你不往这看 那我给大家送盒饭 是 有虾仁 有牛肉 茄子辣椒炒土豆 红烧鸡腿做得好 一头大来一头小 哗乐哗乐哗乐哗啦 这哗啦呀 让台下老太太的拐棍给绊倒了 这倒没劲的 一盘子盒饭全撒了 哎呦 其中有两盒盒饭直奔台上表演嘉宾的面 门可就飞来了 嗯 要不说人家嘉宾呢 唱京剧的练过 一看 一见贺帆到面前 不要的办公洗心间 站立功绳 抓河 发 这动静是 烫手了 没接着他 现场全乱套了 刘大一看这节目啊 录不成了 是 告诉现场这导播 告诉他们 别录了 别录了 收收 导播喊着一嗓子 这个难听哦 怎么喊的呀 收 破了 你别爱骂了 好 谢谢 感谢 军姐 黄赫迪 谢谢两位 来 坐 黄赫迪啊 跟您那算老乡了啊 都来自东北 这个其实说到东北啊 有一首歌啊 是唱东北的 黄赫迪你知道吗 我地家在东北 我地家在东北 松花江上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粒啊 来到天津群 天津群 相声学徒我姓房啊 各路演员各显其能 喜气洋洋啊 哎哎哎呀 八位这个相声演员就在那个两边坐 我和呀 小娟和月红老师 坐在正堂啊 又是说又是唱 欢声笑 娱乐满堂啊 主持人是一个帅哥 还有一个大姑娘啊 可以鼓掌了 别不下去了 这个城市真不错啊 不是黄老师 您觉得他这个是离歌更近 还是离二人转更近 离二人转比较近 谢谢谢谢 这个聊完了东北啊 月红老师 您现在住在成都是吗 对最近成都住的比较多 哦 哎其实说到成都啊 也有首歌大家特熟悉 小曲库你会唱吗 会唱那我得拉一个垫背 让谁给你垫背 让张思雨给你垫背 本身我们也从冲军过来的 跟人家近 这个您应该算是半个老乡 从重庆来的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找我一屈 这俩这歌里有一个小孩吗 是啊 这小孩也听出来了 我觉得他们俩这表现性太强了 这儿吧 这个接下来舞台 教给梁元和思雨 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梁元思雨 带来的相声 有请两位 感谢啊 感谢大家的掌声 一上台呢 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梁元 他叫张思雨 二位 您看今天这主题叫什么呀 叫学唱 对呀 今天这样吧 我学一回电台 咱虚构一个 行 群英会广播电台 这听着名就好 行不行 可以 大伙注意啊 打现在开始 我就不是人了 你对自己的过去 还挺自信啊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我就不是人了 就是我就是一个电台了 这就要开始 我现在开始播音了 可以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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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气罐 刚才最后一响 北京时间八点十四分整 这都是整点吗 群英会广播电台 现在为您播音 首先为您播送的是天气预报 这好 我们即将连线这个场外记者刘大爷 刘大爷您好 喂 主持人好 亲爱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就是我楚门这么一看啊 大音天 天是不好 我载了墨镜再一看 又清了 这天气 真是凤云莫测啊 那是天气的事吗 那不就墨镜的事吗 哎呦 坏了 丙包来了啊 我 丙包现在距离我有四十厘米左右 啊 刘大爷 刘大爷 因为这个信号原因呢 我们无法连线场外记者 那是信号的原因吗 那不就冰宝给刘大爷砸晕了吗 但是没关系 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天津非常优秀的主播杨婷婷 为我们播送昨天的天气预报 昨天的 听众朋友来关注昨天的天气情况 昨日天气晴 最高气温在三十度附近 最低气温在二十度左右 西南风二到三级 在这样一个晴朗的天气里 非常适宜您安排户外活动 爬爬山跑跑步 适度的体育锻炼对身体有好处 天气预报祝您健康每一天 好的 这里就是昨天的天气预报 听完了 那么明天的天气预报呢 我们后天再播 我还听它有什么用呢 哎 大家好 接下来呢又到了这个 00后非常喜爱的这个 曲艺听不够时间了 00后都听曲艺吗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这个曲种呢 是山东快书 哇 这可不错 山东快书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啊 这个山东快书啊 其实起源于山东 不废话吗 是一个就是说就是特别快的书 你是没词聊了吗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山东快书的经典曲目 武松传的片段 这段不错 请您欣赏 咱一块听听 梁山寨也白胆拔奖 一个倒闭一个枪 偷一位 驮踏天汪 叫超盖 而一位浩瀚名颂奖 双边将名叫胡言朔 大刀官胜 他的拱服枪 美然拱叫竹通 陆志神他是个华和尚 朗里白挑叫掌顺 力亏的拱服更硬帮 梁山寨还有几位女将 一个倒闭一个枪 摩大冲 古大嫂 一丈情的护三娘 开黑店的都知道吧 墨叶茶的孙二娘呢 嘿 还真不错 你听着 好的 感谢大家 接下来呢 我们为您播送的是 这个京东大鼓 这也好 这个京东大鼓呢 起源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当然了 这个京东大鼓的代表人物 有很多 那当然 不胜美举 有董祥坤 等 你就认识一个呀 接下来呢 我们为您播放的是 董祥坤先生 经典的代表作 偏偏喜欢你 请您欣赏 为何我身里头像这个 为何你呀 顶到把鸡鸡鸡 能爱一丝鸡 能爱到三鸡鸡 我却为何偏偏 还分你呀 哎 哎呦 这都什么辣结巴糟的 您兄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看看人这音秀 我刘备 我关羽 我张飞 虽然异姓 既结为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二弟三弟 大哥 作为大哥 没什么好送的 你们也知道啊 我原来是卖鞋的 来 这两双运动鞋 你们穿上试试 嗯 哦 大哥 真没想到啊 您这运动鞋穿上之后 那真是轻盈无比啊 这刘备牌运动鞋 真好 这都什么广告 我换换一个吧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接下来呢 到了我们这个艺术老玩闹节目时间了 这都什么名字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美术学院的刘教授 刘教授今天在直播间呢 即将为我们奉上 一副即兴创作的这个沙画 疯了吧 电台放沙画 请您欣赏 谁拿高牙锅炖肉呢是吧 你快把这个活关了吧 它气还挺足 这个沙画创作完成了 由于这个刘教授啊 他选用的这个沙子呢 是猫沙 猫沙 而且是上周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直播间 现在特别味儿 我告诉你 你以后你别来了 哎我就来 哎 你什么意思 你拿傻子看我是吗 跑着玩命来 我告诉你我迷眼了啊 哎呀 哎对不起大伙啊 这个我们成功的把这个刘教授呢 给打跑 给那个赶 给请走了 但是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 一位新的嘉宾 他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王先生 王先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生演员 今天的王先生在直播间 为我们带来的是 京剧黄鹤楼选段 这太好了 请您欣赏 来一块盯点 心中脑痕之国梁 大藏 乐彼孤王去国江 龙潭虎血孤去床 扛龙出来的扛龙出来的扛龙出来的扛 山人 山人 崇志宫 哎 分明是 这刘备旺 去见阎王 这刘备牌运动鞋 见阎王都会更快哦 又有这转道 我再换一个吧 我说 球迷朋友们 球迷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是在北京水利方 为您实况转播一场 国际足球友谊赛 那水利方能踢球吗 能踢 电台怎么还搭签呢 这个有的傻子就问了 说这个北京这个水利方 还能踢足球吗 告诉你能踢 我们呢 把水抽干 然后现铺的草皮 那不是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了这个天津著名的足球名宿 沈福如 沈志 哎呦 沈志来了 我们对阵的双方呢 是天津群英会足球队 对阵世界杯冠军法国队 这都谁预的账呢 来有请沈志为我们介绍一下 比赛双方的情况 咱听这个沈志的 这个 那么说呢 这个天津群英会足球队啊 就这个千凤 邱映俊呢 尹为千一阵这个消退骨折 呦 所以呢 他即将手法登场 那还上个去场吗呢 哎 这法国这个母把配啊 很可惜了 什么了 尹为这个水土不敷啊 哎呦 所以呢 也将手法登场 那能上场有什么可惜的呀 对于群英会来说 还是比较可惜 总有说 但是我觉得啊 这天津群英会足球队 对阵法国队 并不差 是吗 尹为骂呢 从这个历史战绩上来看 咱们群英会足球队 对阵法国队 目前是保持不败 对 那都没踢过 知道吗 哎 这个 这个法国队 他也是大盘晕机了 得不吧 啊 但是这个俱乐部 挣赞呢 躲线作战 他这个体能 其实是个问题 是有点 反管咱们群英会足球队呢 这个赛程密集度并不大 也是 啊 有个天津德比战 还有德比战 有天津群英会足球队 对阵天津女排 那能踢到一块去吗 哎 这体能有保障 我都没听说 所以今天我大胆的预测 这群英会足球队 对阵法国队 他不是赢啊 他就是素 要么就是平 他漂亮 那不就这啥结果吗 好的 这个感谢神指 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好的 那么随着裁判的一声少响 比赛正式开始 这就开始了 由法国队开始开球 法国队的左边前卫 一个大脚 传给了右边前卫 充分地利用了 场地的宽度 你看 右边前卫 一个大脚 传给了左边前卫 看看两边是不是一样宽 这两球场来了 这个左边前卫传给后腰 后腰传给中后卫 这个法国队面对 群英会足球队 十零零的阵型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十零零 那不都堵门里了吗 门里人都降了吧 那都 哟 怎么了 来了 就看着法国队的前锋 五八配 闪斩腾挪 晃过了裁判 拔腿怒射 是吗 哎呀 很可惜 怎么了 由于这个力度太大 哎呦 这个球呢 越过了斑马线 撞到了一名行人 不是 行人要求赔偿 母八配选择私了 二位僵持不下 这都什么了 你这八道 我再换一个 我说 我说 蓝蓝的天空 银河里 有只小白船 我怎么听着那么渗的 欢迎收听 午夜故事会 哎呦 我是您的老朋友 谢谢 不介绍了 小张是一个特别热爱运动的普通青年 这天晚上 他像往常一样围着小区进行着日常的跑步锻炼 半夜十二点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时长夜跑得小 张也感觉到有些发怵 跑着跑着 他突然觉得这个脚下一半 低头一看 原来是鞋带开了 他弯腰下去系鞋带 这时候感觉这个脚底有些发凉 他抬脚这么一看 哎呀 这刚买的新鞋 怎么竟然开胶了 突然 你吓我一跳 突然他感觉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住了他 他并不敢回过头去 时间仿佛凝固了 这时候从他身后传来了一个苍老而又低沉的声音 你可别吓唬我 兄弟 买鞋嘛 这声音叫低什么的 哎呦 小张听完这话的心里害怕极了 这大半夜一个人都没有 怎么会有卖鞋的 就是 而且我这鞋刚坏 他怎么就来了 想到这小张啊 赶紧起身 头也不回 拔腿就跑 这个黑影却离他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当这个黑影即将到他身边的时候 这黑影说话了 说什么了 在刘备牌运动鞋 正好 又来了 不对 一文雅 不对 你们参与 你们这边 神雕匣 不对 好 本来木游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